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还几天才能好 身体太虚弱了 男人和女人还是不能比的 我是非常疲惫的 但是我的丈夫却一点事都没有 所以我们对夫妻生活的次数做了调整 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频繁了 大概能保持在每月一到两次 其次是43岁的杨女士她是这样说的 至于我和我的丈夫亲密的次数我还真的没有计算过 不过我和我的丈夫也形成了一种习惯 那就是明天若是有重要的事情发生的话 我们是绝对不会进行夫妻生活的 至于明天若是没有重要的事情发生 我们也是看心情进行夫妻生活 不过就算是如此 我和我的丈夫亲密次数也是越来越少了 大概能保持在一周一次左右 我本来觉得这样的次数还是可以接受的 最后是47岁的田女士她是这样说的 年轻的时候我和丈夫是恩爱有加如交四期的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 我和丈夫早就已经厌倦了 我们从年前开始很少在亲密了 现在更是一个月一次亲密都接触不到了 才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有点不适应这样的生活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也就适应了这种没有爱没有性的生活 不过就算是我和我的丈夫已经不再亲密了 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 和谐的夫妻生活就像是婚姻生活的调味剂 能让夫妻二人过得有滋有味 对于中年的夫妻更是如此 但是对于夫妻生活这件事情也不能过于重情 所以啊夫妻生活的次数往往还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决定的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若是您在情感方面有什么困惑可以给我发现